这会是手机的未来形态吗 今天我们的小伙伴去了南京的江宁景峰 为大家带来OPPO卷轴屏概念机 和我们之前见到的折地屏手机内折外折不一样 它的打开方式是这样的 感觉香港景点 大概是目前看起来最实用的柔性屏处理方案了 通过电机的驱动 将柔性屏与机身巧妙的同步收缩 展开之后 手机瞬间变成平板了 通过屏幕侧边的开关机键控制 上滑展开 下滑收起 最神奇的是 在你展开手机的过程当中 这个系统的UI也会同步展开 视觉上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违和感的 比如我们打开APP的时候 当屏幕打开 它并不是单纯的屏幕内容放大 而是变成了二级菜单的模式 左边列表 右边详细内容 这种体验非常适合我们阅读 看视频 购物 玩游戏的时候 当屏幕打开 游戏画面也会适当的按照这个比例去放大 相比来说还是大屏幕模式玩游戏更舒服一些 那OPPO是怎么实现这一切的呢 OPPO在机身设计了一个双矩阵�入式离合结构 一块托板在任何形态之下 都能够有效的支撑屏幕 卷轴屏很明显的弥补了折叠屏有折痕这个缺陷 更加的轻薄稳定 使用寿命更长 我们认为这是最接近手机 未来形态的一个方案之一 一块小小的卷轴屏浓缩了OPPO122项专利 其中卷轴结构相关专利就有12项 卷轴屏是OPPO的技术积累和专利沉淀的最佳成果 也是OPPO对未来手机终极形态的回答 你们觉得他多久才能够普及